蔡康永小S閃遲康熙 12年核卷7.4億 康熙來的主持人蔡康永 今天下由閃遲康熙 妳真的要走嗎 要走的是康永本人了 她表示要告別康熙 第一個告訴搭檔的小S 再向網友中請辭 12年來又笑淚又引起 我的康熙時光展見啦 小S隨後表態 康熙沒有康永歌就不完整 要跟康永共進退 不 以後死定要看什麼啦 不僅大批網友湧入蔡康永 臉書哀嚎 親友們也很訝異 畢竟康熙使大家共同回憶 有外星人 有外星人 康熙2004年1月開播 找李傲等各界紅人當嘉賓 開播近12年來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曾遞調高收視 這首歌就兩個人會易容嗎 就是會遮容 不會啊 穿72便的衣服去看電 可以啊 兩張 你們吃不起生意電 要請窮戶人去到社群 那除夕不要到我家啦 姐又回到你後頭了 我上一個節目 我唱得比較露 因為那個是Fashion的節目 那我想說這是談話的節目 幹嘛 希望節目節目不夠Fashion 對 沒有 康熙破了近12年 共3120幾 這首得下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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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的事情 上年紀就是我們一定要問 對 康永跟小S每集零十二萬 兩人公主持費 估計共撈進七億四千八百八十萬元 但今年康熙也出現瓶頸 收視不再居高 還屢殘停泊 在那些梗都慢慢的已經窮盡的時候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合適的時機 然後會離開康熙 我們康熙收視率每一次偏低的時候 都是我們撞上了某一齣厲害的劇 康熙來了可不打算陪你一輩子 所以就是讓她們也沒加力嗎 不是考慮是可能要必須要 旁邊小S就很小聲地說了一句說 如果她不是女主角 她會覺得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會不會擔心她的演技太浮誇了 如果她的演技太浮誇 我們就為她打造一部浮誇的電影好了 蔡康熙是美國UCLA電影電視研究所畢業 由編導製作碩士學位 決定一元電影夢 意外 今天的氣感很奇怪喔 真的 中天電視也表示想哭 更正 蔡康熙可能因為近期工作檔期 趕不過來正由王偉忠溝通中 而王偉忠則說准種康熙的決定 但會極力挽留 我的Online 這不是很感人嗎 觀眾也好想哭喔 不倒 蔡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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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蔡合十喉 終焦 左右 一下 男啷 鬥 craz survival